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根据调查结果 抢氯奎宁效果算不上积极 也算不上消极 那些服用该药的患者无论有无抗体都没有显示出 他们比没有服用该药的患者有更大康复概率 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 24日也发出警告 不要在医院或临床试验场所外服用抢氯奎宁 自行治疗新冠肺炎 并指出该药与抗生素Z-PAC 共同治疗的新冠患者存在严重的心律不齐问题 亚特兰大警局23日指出 一名16岁少年因为违反居家避疫规定 与继父爆发争执并演变成肢体冲突 继父居然直接开枪打死少年 根据警方调查 罗伯兹因为执意要出门 不愿遵守居家避疫规定 与家人发生不愉快 他回家时还用脚踹门 与继父哈格罗夫爆发争执 继而演变成肢体冲突 继父哈格罗夫朝罗伯兹连开竖枪 警员到达现场时发现其胸部重担 送往格拉迪纪念医院抢救 但重伤不治去世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南加州房市吹寒风 照理说销量下跌应该导致房价也下跌才对 但目前来看 房价仍居高不下 这究竟是为何 根据房地产资讯网站Zillow最新资料显示 这是因为现在不止买方却步 卖方也无意愿 上市房屋跟着减少 因此两厢抵消 不治供过于求 造成房价不变 Zillow在4月23日公布的资料显示 从3月中旬以来 南加州房屋买卖进入公正的建树 可以说坠入谷底 但上市房屋撞树也一起坠崖 上星期洛杉矶现于呈现上市房屋 比一年前同期减少近31% 由于上市房屋并未过剩 即使需求量不高 房价仍可持稳 居家避疫期间 很多民众在家吃得饱 睡得足又缺乏运动 都反映体重飙升 但其实除了咱们人类避疫 因为生活太悠闲 体重难以控制外 动物园可爱的动物们 也是一样的易胖体质 武汉动物园重新开园 就有民众发现 熊猫姐妹花胖妞和春翘胖了不少 三个多月不见的熊猫姐妹花 胖妞和春翘 疫情期间为保持免疫力 也努力加餐饭 如今一上秤 发现分别胖了7.5公斤和5公斤 在武汉解封的4月8日当天 额头有小猩猩形状 美人质的小矮马出生 下午又有一颗小麋鹿出生 分别被取名为解封和重启 加上刚出生的小麋鹿 取名抗疫 它们成了动物园里 最有人气的吉祥三宝 以上就是今天中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